中央山脉东侧 广龙湘地处中央山脉东侧 年纪月621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600公尺 主要产业包含农特产与观光旅游业 富含文化及油气资源的发展能量 大家好,我是万荣乡长国民光 我们这边的族群 大概是太魯各族跟布农族 还有塞德各族 还有一些汉人多元的一个社会 文化实际住行里面是固然不一样 狩猎跟生活方式也有一些的不同 我们要结合的就是一个工业建设跟观光 唯有观光才能够吸引人 人进来之后才看到我们独特的文化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体会 我们万荣乡独特的一个文化 欢迎大家来万荣乡 注入在山林绿野中的万荣乡 是祖先所播下的种子 让我们跟着布农族的阿光 一起走入时空的朗道 是囝乏着干而放灾 我们是从南投迁移下来的 這裡以前的地方就叫南阿隆 它的意思就是石頭非常多的意思 這個紀念我也不知道 因為老人家說我以前來的時候就那麼大了 所以不知道要怎麼去衡量這棵樹 最早就是在台灣光復前是日本警察 他們的招待所兼住在所 台灣光復過後就有民間管理這樣子 然後後面才作為溫泉的旅社使用 他說最像它也有溫泉 但是它的溫泉是屬於鐵質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靠近中央山脈 所以它的水源跟瑞穗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是屬於碳酸千納泉 就是屬於無色無味 所以是透明的俗稱美人湯 因為它會軟化餃子 會讓人洗完之後 會感覺自己皮膚變白 然後變滋潤這樣子 堅筍是台灣的特有種 萬榮香彩不施肥不噴藥的全天然管理 是香內一級農產品優質美味的秘密 我們這邊的漸筍就是幾乎都是紅殼 漸筍它長得非常的密 做書法的話明年的漸筍又漂亮 產量又會比較多 我們這邊是靠山 污筍很多 竹筍又特別嫩 這個結晶是無毒 我們以前老人家都沒有東西 中餐都不帶便當的啦 去上上工作啊 所以隨便採一些 如今碰到這個是 吃的會特別飽啊 好 很脆 吃的非常脆 真的 松茸農場呢 目前有機的種植面積是 山甲 以肉桂為主打 小時候我們肚子痛 然後父母親就拿 肉桂的葉子或是根來給我們吃 肚子就不痛了 以前很窮沒有糖果吃 也是吃這個肉桂 因為它是甜甜的 辣辣的 黏黏的 肉桂對身體很好 我也希望說大家能夠食用肉桂 萬榮鄉馬遠村的咖啡 所以我就起名萬馬咖啡 目前種植 大概有一甲地的咖啡 大概有900到1000顆 我種植的這個咖啡樹 大概已經有12年的歷史 是屬於阿拉比卡裡面的鐵比卡 會有蔗糖 柑橘這一類的風味 走訪西林村芝雅干部落 感受泰魯格族傳統與創新 交織出的藝術新世界 其實目光是屬於 無片性的一個技能 當然我們身為泰魯格的族群 對我們的文物 還是有在做一些 原系的一個創作 所以我們木工坊也有在做除舊 其實我自己有弄一個 叫做自然間實驗室 我不想要一直只有木頭 嘗試就是一材質的結合 木頭它只是一個 一個出發點 但是要加什麼東西 我是沒有限制的 我現在又覺得圖騰其實是 老一輩留下來很珍貴的東西 我怎麼樣可以讓這些東西 就是也出現在我的作品 看會不會有更多可能 歡迎來到萬龍鄉 用歌聲灌溉這片土地 找到這一原汁原味的初心 聽說還可以剪肥啦 聽說還可以剪肥啦 哈哈哈哈 我是吃的 越吃 越胖 哈哈哈哈 沙迷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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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